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暂胜劝天祭宗典 第三书 佛今甚甚难可思 福世众生经得如 其心要小助助有 不能通达佛所误我 那么这个向下 有六手计 是说明发起 这个第一手呢 是说的飞起 也就是说 不居修舍大臣的条件 接着后面 有四手 这是大臣的发起 也就是说他具备有良好的条件 可以学习大臣 后面有一手 这是讲 借规佛力 由此可知 一切都要靠 佛力 威神的加持 没有佛力加持 反复是很难有成就的 这个道理 我们一定要懂得 要清楚 这一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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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清楚 第一句说呢 佛今 甚甚难可思 祝佛如来 所证的境界 是 深广 不可思议 我们从华言 开头 读到此地 虽然 全经 我们还没有读完 这个佛的境界 我们也略略地 能体会到一点 单单讲是 无量 无边 无境 无数 重叠的世界 就不可思议 重叠世界里 每一个世界 都有 祝佛如来 都有 菩萨海会 都有九法界众生 这个法界 现前 是什么样子的 某端里面的世界 微尘里面的世界 给现前世界 不增 不减 我们今天这个世界 究竟是 毛孔里面的世界 还是 微尘里面的世界 我们凡夫 不得而知 所以 世界 无量 无边 祝佛如来 无量 无边 菩萨 还会 无量 无边 就是单单 我们自己 哪一个世界 都有我们 我们这个众生 每一个众生 它也是 无量 无边 我们凡夫 完全 不知道 听到 这么一个讯息 佛在经上 告诉我们 这些 似实真相 我们才想 整个虚空法界 是一个 有机体 是一个生命体 活活泼泼 我们 稍稍 有这么一点 去 对于我们的修学 真的 不但是增长智慧 增长了 谢谢 希望我们在这部大经里面 逐渐地 来探讨 物如 宇宙 人生 真相 少分 祝佛如来的境界 我们这一生 过得就非常有意义 非常有价值了 这是佛的本愿 佛的心愿 这是佛的本愿 愿意义 那 人生 将这 随心 应量 随众身心 因 所知 不思议的境界 不思议的境界 目的呢 这就说明 佛 是现在 一切 法界之中 我们现在 用一切了 只有一个目标 希望一切众生 都能够侮辱 换一句话说 佛是希望一切众生 都能够圆成佛道 从这个地方 我们就正实了解 佛菩萨 慈悲 是真实的 众生 即使叛逆到极出 佛菩萨对这个众生的慈悲 决定没有丝毫的减少 这一点 这个是自信 信德的自然流入 我们要学习 我们学佛 到底在佛那里 学了些什么 最重要的 我们学佛的真诚 学佛的清静平等 学佛的大慈大悲 这个是真实的 这个是真实的受用 世纪 我常讲了 不但是我们这个地球 人间的真实的 设计天 无设计天 摩西 摩西守罗天网 我们学佛的人 对他 都是敬而远之 经 离经不服 我们攻经 我们也赞叹 缘是什么呢 不能跟他学 我们要跟佛一样的心态 随缘而不攀缘 潘缘 那你就大错大错了 诸位必须要知道 潘缘就是造业 造的是善业 你的果报 在三善道 造的卧业 果报在三善道 非常可怕 佛教给我们 随便 消旧业 天天 在消业障 绝不增加 一点业障 这个是真正的佛弟子 佛的好弟子 生死 永如 是世间法了 那是轮回里面的东西 佛教给我们放下 要把这些东西放下 我们今天真正得到修学的秘诀 这个秘诀是老实念 尼阿弥陀佛 求生进度 我们是凡夫 肯定没有能力 断烂脑 我们用老实念这个方法 把烦恨 把烦恼 扶住 功夫好的 生死自在 这个生死自在 想什么时候往生 什么时候 就可以往生 这个世间 还有缘 那就多住几年 利用 这个假身 这是假的 帮助 一些还没有旧 还没有得如的 这些东西 这个是真正的好死 真实的功德 无论是自行 无论是帮助别人 帮助众生 心地清净 痕迹都不落 注意想想 连善行都不落痕迹 哪里会有恶念 哪里会有恶的行为呢 这个道理一定要懂 什么人 是佛 度化的第一个对象 经上探见 根属 什么叫根属 在后面还会说到 对于佛陀的教诲 他能够领会 具足真心 真结 真心 他就能证入了 这叫根属的种子 凡是不能接受的 虽然 先天天经 先天念福 也能接受的 也能持戏 烦恼 习气 放不下 心量很小 自私自利 这种人跟没说 这一首就是说 这一首就是说这些那些 其心 要小 诸 诸 有 诸 诸 有 第一个是 他的心量小 也可以把它解释为 他喜欢小惩罚 不喜欢大惩罚 作油 油是讲的 玉戒油 色戒油 无色戒油 这叫做三戒 这三戒里面的洛四 他很贪着 他放不下了 这样修行 修佛 他所得到的 是三戒油 漏的佛报 这是讲呢 他修得很如法 第三戒油漏的佛报 如果他不如法 譬如说 他障碍大臣 破坏大臣 那这个罪就大了 这个罪 不是在佛那里解的 也不是在 洪护大德这一边解的 是在众生那一边解的 你把众生 听闻大臣的机缘 张来 这个罪就很重了 要负因果责任 这个因果责任 我们学佛的人 要特别重视 事出事件一切法 常言说的好啊 菩萨 为因 众生 为果 众生在造作的时候 他不怕了 真的是叫 胆大妄为 等国报现前的时候 他会怕了 这个时候来不及了 后悔莫及了 菩萨觉悟的 头脑清醒的人 他对英国很清楚 很明白 从齐心动念 言语造作 断断不敢造作不善 断断不敢违背 经典的教训 所以经不可不读 不读经 我们自己做错事情 自己不知道 自己一定要肯定 自己是凡夫啊 自己一凭烦恼 都没有断了 一定要相信 地藏菩萨本愿经上讲的 言福提众生 齐心动念 无不识罪啊 我们是言福提众生啊 齐心动念 真的 无不识罪啊 我们今天想修行 靠什么呢 佛陀不在世了 佛留给我们的四义法 第一个 一法不一人 法是经典啊 所以 经典是佛陀灭度之后 后世弟子修行 唯一的依靠 我们要发心 我们要认真 在这里修行 一定要一交风险 每天读经 常常思念 佛在经里面 所说的 毅力 毅力 教导我们修行的 教导我们修行的一些方法 尤其是凡夫罪放不下的 世间的恩怨 要知道 要知道世间恩怨不是一声点 深深事实的挂歌 非常非常复杂 初见面的时候 很好 时间久了 慢慢就要衰退了 中国念语讲的好 人无千日好 画无本日香 千日三年 特别是我们现前的社会 你们仔细去观察 能够相处三年如一日的 了不起 那个我们就能肯定 他的修养 他的修行 有真功夫 否则的话 不容易 彼此交好 欲求 与珍贵 这个事情在现在 这个社会里面 您有夫妻都保不住 我们看看 那个离婚 结婚不到三年 不到五年 分手 离婚 你看在见面的时候 那时候多好 为什么 这里头 不是没有道理 古人说的好 人非 甚行 数能 无故 刚刚 解除的时候 只见到对方的 优点 没有见到对方的故事 所以 那种尊敬的心 不衰 哎呀 时间越久了 对方的毛病呢 逐渐逐渐不能够 掩饰了 漏出来了 那个尊敬的心呢 逐渐逐渐衰退了 如果彼此 互相都看对方的缺点 这个交情就不能维持了 势必要分手 这是我们现在 在现前社会里面 最容易观察到的 连信徒对佛菩萨都不例外 佛菩萨没有什么缺点呢 佛菩萨不在世嘛 看什么呢 看出家的这些师父 看同餐道友 看多了 心里面净装的那些 不善 于是对 寺长 对同餐道友 都失去信心 又何况还有 一些人在当中 调拨是非 用种种方法来误导你 你要么有智慧 信以为真 这就破裂了 我在这一生修修当中 五十年 这样的事情 我经历很多 我不是只听说 轻身经历 凡是遇到这些事情 我们是佛的学生 一定要听佛的教诲 十善夜道经山讲的 昼夜常念善法 思维善法 观察善法 不容豪奋不善夹杂 我记得这句 不但我们心里面 不能架杂 好分不善 还不可以架杂 好分不尽 所以我们自己 要知道 修什么 修纯净 纯善的心 修纯净 纯善的心 别人毁谤 这个事情 肯定有 怎么知道有呢 经典上有记载 魔王波寻 在末法时期 以种种的手法 来破坏法法 我们今天 真正想修行 就是他破坏的对象 就是他破坏的目标 除非你放弃 你加入他的团队 你去当魔子魔生 也发愿 追随魔王 来破坏佛教 那他就换戏了 这个样子 可能的 业实的小力 就是现前 你会带一点 明文力呀 你可以在 现在这个社会 画画世界 享受一点 患乐 这肯定是有的 你有没有想到 死了以后 肯定是三途我道 人天两道 决定无分 你有没有想到这个问题 遵守佛陀的教会 修学大臣佛法了 要像阴光大使 那个样子 这个是近代为我们所实现 生死 生死 致志于 多爱 随时随地 什么样的死法 无所谓 不经 不不 因为我们对这个世界情况 周边环境 认识太清楚了 随时随地 都能够往生进土 所以我说的话 是真话 人家害我 把我害死了 我不会一点丝毫 怨恨心 都没有 我感激他 为什么呢 他早一天把我送到基督世界 我感谢他 我怎么会怨恨他呢 但是 他所造的罪业 他自己还是要承担了 却不因为 我一点 这个怨恨念头都没有 他就没有罪 不是这样 他还是有罪过 不过罪过是 避害一般人 罪过要亲 这是就过人来说 你把我送到基督世界去了 对我来讲的时候 罪过很亲 但是另外有个重罪 你没办法逃过 那是什么呢 那叫众生那一边 我活在这个世间 不是干别的事情 在这红发力生 你把红发力生 这个瘾 毁掉了 一切众生 没有机会 再听闻到佛法了 这个罪过 你要背呀 这个罪过 很重很重啊 佛经山常讲 断人生命 罪过亲 断人毁命 罪过激动 你是障碍别人的发生毁命 所以这个罪是从这个地方牵的 绝不是 你说你害我 绝不在我这边 在我这边 你没有什么过失 是在众生那一边 不过在我这边 我有恒生的仇恨心 那个事情麻烦了 那个变成什么呢 生生世世 孕孕相报 那会很惨 所以 古艳语就讲 宁口得罪于君子 不可得罪于小人 为什么呢 君子你得罪他 他不报复 小人你要得罪他 他有强烈的报复 那个不能得罪啊 学佛的人 真正学佛的人 你得罪他 无所谓 为什么呢 肯定没报复 不但没报复 连怀恨的念头都没有 我从佛法里 这么多年 学到的 我不但没有 思好 这个怀恨的念头 我有感恩的念头 你要问 为什么会有感恩 这个念头 我每遇到一次 这样的灾难 我的境界都会向上提升一层 我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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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没有这个灾难 我不会认真反省 这平常疏忽了 虽然天天度金 没有认真检讨自己的思想行为 那么经过这么一段事情 我就会很认真反省 警点 改过自新 这他帮助我的 使我这个境界 不断向上提升 有利没有害 所以一切事情发生在面前了 就看你用什么心态去处理 你要是用佛陀教诲来处理 肯定是得大力 如果用自己的烦情 用自己的烦恼吸气来处理 就很可能造成 无法 这个忏悔的大故事 这个地方讲的 心量小 喜欢小房 探图小利 这个世间的明文力 全是地位 都是小利 不但我们这个世间是小利 就是天上 请你去做大凡天王 请你去做摩西首罗天王 还是顺小利 为什么呢 不能了生死 不能超越轮回 佛法里面 给我们讲的利 最小的利 是超越六道轮回 真阿鲁汉国 这小利 真实的大利 那我们要想一想 我们到西方极乐世界 头一个条件 你是善人 经上讲的 主上善人 聚会一处 我要不能把自己 变成上善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就没有把握了 佛没有欺骗我们 佛说话说得很清楚 主说得很明白 头一个条件 就是上善 上善怎么修法 师尊 在观无量寿佛经里面 对 唯提西夫人的开始 那就是对我们 所有一切 修净土同修的开始 敬业三福 敬业三福 真正做到了 上善 我讲今的时候 讲了很多很多遍 这个三福三条 第一条做到了 下平善 第二条做到了 中平善 三条都做到了 上平善 第一条里面 你想想看 我 孝养父母 奉司司长 此心不傻 修十善业 我跟大家介绍的 这第一条落实在十善业道经 十善业道经 如果我们不能够做到 这头一条就没有啊 那换一句话说 往生就成问题 千万不要自己欺骗自己 不要欺骗众生 举头三尺有神明 西方极乐世界 诸位在无量寿经上念过 西方极乐世界的大众 下下平往生的人 他们的能力 得 阿弥陀佛本愿加持 都跟 七地以上的菩萨 差不多 天眼动视 天耳破文 踏心便知 我们起心动念 极乐世界 不要说是阿弥陀佛 观音是智 凡是阿弥陀佛本愿的 凡是往生的人都知道 我们今天多发言 就可以证实 那是真的 那决定不是假的 我们能欺骗谁 所以 什么人能成就 不自欺的人 能成就 自欺欺人的人 形象装得再好 也是假的 不会成就的 我们您这个道理 不能不明了 那第二 水平就更高 受持三规 今天我们一般 讲三规 形式 不是真的 真的三规 那还得了 所以戒经上讲 真正三规 就有三十六位 护法人 昼夜保护你 这个一切凶灾 你都遇不到 护法人保佑 可是你要记住 你受持三规 一定居住前面 这条山 就好像我们上 楼房一样 第一条 这是第一层 第二条 是第二层 你不经过第一层 你怎么能上得了 第二层 坐电梯 也要经过一层 二层 三层 才能到我们 这个 念佛堂 所以 第一层 是根本的根本 孝阳父母 奉死 是他 佛弟子 没有不孝身 不孝之人 怎么能学佛呢 被死 叛道 那怎么能学佛呢 修佛之后 我们就是 你小学 那些老师 我们已经过了 一个架子 心里常常念念不忘 每一期 我们做的功库 这个功德 还回向给他了 现在我吃饭 在此地 在香港 他们从我的老家 带了一个臭萝卜 给我吃 每一餐 小碟子 放一点点 我为什么 那么喜欢他呢 这里都有 很深厚的感情 在里头 这个东西 你们不会不喜欢吃 我在小时候 住在乡乡 生活很辛苦 每一天 就是吃这东西 这一盘东西 摆在我面前 我就想到 我五六岁的时候 我会想到 家乡父老 我会想到 童年的玩伴 在这一盆东西的时候 就能让我感到 深厚的感情 人不能忘本 人不能忘旧 这行从这个地方建立 念这些 童年玩伴 故旧 都这样的念着 哪有不念 父母之恩的道理 哪有不念 手足之情的道理 私生同学 跟父母兄弟 没有两样 我这个第一挑战 我居住了 慈心不傻 这个实修实善业 我居住了 再进入到第二条 受持三规 三规 第一个规于佛 是拒而不迷 一切实 一切出 对一切人事无 头脑清楚 不迷惑 决定没有自私自利 稍稍架杂自私自利 就迷惑了 正而不邪 静而不染 我要自己修自己 别人 没有权力 干涉 不但我没权干涉 祝福如来 也无权干涉 所以 菩提道上 是没有履伴的 只有一个人 你看看 华阴京 母后 善财同志 不就很清楚了吗 善财同志 有没有同餐伴游呢 没有 一个人 修行 只问自己 不要问别人 这个里头 尤其重要的 过时 执在自己 别人 肯定 没有过时 我们才能够 像善财一样 一生 圆满成就 如果说 别人有过时 这一生当中 肯定 也不能成就 六族谈经 可以做真人 你看看 六族大师 所说的 若真修道人 不见时间过 六族常常对别人说 我只见自己过 不见别人过 这个人 能明心见心 为什么 不见别人过呢 那别人有过时 别人的过时 他是视线给我看 是紧着我 我有没有犯这个过 好像是 他在唱戏 在表演 他是菩萨 他是我的善知识 他提醒我 让我好好地想 我有没有这个过时 有 赶快改 没有 要记住 不要犯这个过时 菩提道上 凡夫只有自己一个 除自己之外 通通都是诸佛菩萨 佛言看一切众生 一切众生 都是诸佛 菩萨看一切众生 一切众生 都是菩萨 我常讲的 善心看一切众生 都是善人 悟心看一切众生 都是悟人 所以 静云 没有好丑 就是没有好坏 这个偶叶大师 临风宗论里头 有一篇开示 对这个谭芳芳账讲的 过去我印成这个小的卡片 印成十几万账 那是很多年前 在这个台湾 印印 现在 还有一张 在三楼 那个饭厅 玻璃班底下 我常常看 物质环境 人次环境 决定美国是 我们要肯定 故事在哪呢 故事在我们心里的反应 我讲经 佛在经上 有的时候说到 讲小行量 讲诸相 那么有些人听到之后 哎呀 这个法师都在讲我 都在教训我了 那一点都没头 为什么呢 他有这些毛病 我一说 他就承认了 那我说的时候 有很多人听到 若无其思 没有反应 那什么原因呢 他没有过失 他没有这种过失 有这个过失的 他反应很强 这是法师在骂他 那得以为过失 所以啊 那个 稍稍头脑清醒 这叫什么叫 叫不达自招 人家说的话 他拼命往自己身上来 他真的 他心里都有 纵然在行为没有 他有这个恶念 如果这个恶念都没有 心地亲近 心地有智慧 有慈悲的时候 他没有反应 从前 李老师教学 对我们的学生 那他很清楚 他不是有神通吗 就是 他在经上讲这些 看我们的反应 这很普通的事情 这不是很深的道理 但是没有高人 点醒 我们不知道 老师跟我一点醒 马上就明白了 就想到了 所以我们自己 无论在什么地方 看到善的事情 我们要想 善人善思 向他学习 他这个好事 我有没有做 我应该要效法他 看他有错误 他是来教导我的 教我不要犯这个过失 我也要把他 记在心上 所以 有则改之 无则加冕 这是学习的态度 善才能一生成就 就靠这两句话 一生圆满成就 真正做到 纯善纯净 现在时间到了